大家好 这是本月的回顾时间 这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 我们这一次 我把大家这个问题已经给大家发了 这些问题呢 是在那个 史维尔冬保基金会的那些小册子里面 我挑了几个 和我们这个月的学习内容有关联的 然后呢 同时我也给了 应讲了讲他的一些想法 这些问题呢 实际上有很多问题 问我们每个个人的 我们自己 你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 显然这都比较个性化 所以那个应说了 他说他回答的肯定是他的这个角度 别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看法 咱们看看听听看看 应对这些问题如何看 咱请牢记这一点 这些问题是以要求个人的回应 这样一种方式提出的 我的意思是 我们每个人都被要求 审视自己的经历 并在混答问题的过程中 借鉴这种经验 这意味着 根据你的经验 你的答案 将与我的答案有些不同 这第一个问题 主导爱主导着我们在平日里 做出大大小小的决定 想一想你经常做的活动 无论是工作家务还是其他消遣 你是否能够找出这个活动 所反映的爱 是以自我为中心 或以他人为中心吗 这硬的回答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东西中了解到什么是我们的主导爱 如果我的主导爱是对我自我的爱 那么当我听到人们赞美我和说我好话的时候 他总是带给我快乐 如果我的主导爱是对世界的爱 那么当我获得一些我一直渴望的新东西 比如说拥有一辆新车会最新的东西时 他总是给我带来快乐 如果我的主导爱是拥有很多钱 成为一个非常富有的人 这也属于对世界之爱 那么钱就会一直在我的脑海里 不管我是否愿意认识他 愿意意识到他 当我的投资突然增值时 我就会高兴兴奋和高兴等等 从这点来看 我们的主导爱 就在我们所想的和所做的一切之中 史维登堡在他的真实的基督教一书中写道 我们的主导爱如同河中的暗流 甚至在人正做别的事实 也会将它引离并带走 因为那是赋予他生命的东西 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 我有一个维护良好的门前花园 我问自己 我保持它的美丽是为了给路过的人留下印象 还是给路过的人带来快乐 如果只是为了给人留下印象 那就正明我的主导爱是对我自我的爱 如果我是为了给路过的人带来快乐 那么这就表明我的主导爱是爱我的邻舍 这个例子举得很有意思 第二个问题 万物皆有其因 即使并不明显 但却有一个巨大的规律在运行 不良事件的一个目的是 揭露邪恶 使其被驱逐 无论是从世上 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内在 你是否曾经是恶行或悲惨事件的受害者或目击者 你是否看到一些恶行因此而暴露 甚至被清除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印的答复 我只是想提醒你 上帝允许坏事发生的教导 一直是我们这个月学习的重要部分 在圣治一书中 史维登堡写道 除非允许邪恶浮出表面 否则我们看不到他们 因此不会承认他们 所以我们无法被劝导或者说服去抵制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邪恶不能被圣治压制 就是上帝的那个运大道 天道吧 他不能把这些邪恶都压制掉 如果把这些邪恶全部抑制掉的话 我们就看不到 也就不会起到一种反省的作用 而且在他的另一本书 《蜀天的奥秘》第六四八七节中说 除非是为了产生好的结果 否则没有任何事允许发生 现在回头看这个问题 你是否曾经是恶行或悲惨事件的受害者或目击者 你是否看到一些恶行因此而暴露 甚至被清除 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 至少在整个西方世界 广泛传播的恋同屁的邪恶已经浮出水面 并被揭露出来 所有良善和有正义感的人都感到震惊 年少的男孩和女孩被侵犯 目的是为了达到性满足 其中一些最严重的罪行是由基督教牧师犯下的 许多发生在罗马天主教堂 但是在一些学校里 教师也犯下了这些邪恶的行为 并且不总是只有男性 墨尔本一所犹太学校的校长是一名女性 几年前逃到了以色列 因为她被发现与女孩有不雅行为 直到今年年初 澳大利亚才成功地将她从以色列引渡回澳大利亚 她要为自己的行为面对刑事指控 这些都是以净曝光的邪恶行为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从被曝光后 已经做出了许多严格和坚定的努力 来消除这些邪恶 比如一些牧师已经进入了目标 被发现了 所以就要监控他们或者是注意他们了 一些新的和非常严格的法律和法规已经到位 法律要求所有教会和类似组织制定儿童保护政策 任何与儿童有密切接触的人都必须有一张蓝卡 证明他们可以被信任和与儿童一起相处 比如说教师幼教人员等 我们这儿有一个中文学校 描冒中文学校 因为我在这儿有一个义务职位 所以我经常每年都是多次 被这个教育局要通知我们哪些人 哪些教师的兰卡到期了 或者是无效 让我们必须及时更新 所以兰卡的管理 在澳大利亚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近年来我们大多数人 过会儿如果不是所有的人 都看到了暴露了的邪恶行为 我们也看到这些邪恶的行为因此被清除 而现在我们看到了结果 第三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行动 就永远不会明白邪恶行为的后果 想一想你过去伤害他人的情况 或许是一场争吵或一句伤人的话 或许是更严重的事情 回顾当时的情况 看看能否识别出事情发生时 你感受到的各种情绪 反思一下 是什么动机在驱使你做这些事情 我的答复 与其说我自己过去的状况 不如说说我想让大家思考的 这个问题涉及的最令人难忘的一个例子 来自神圣的圣经 在大卫王战胜了古以色列的敌人后 当他安全地成为国王时 当人们爱戴他并仰望他时 以及他的军队指挥官对他非常忠诚时 他愚蠢地与他的一位军官的妻子通奸 而这位军官当时正离开耶路撒冷 与亚门人的叛乱作战 这在亚末萨摩尔记十一章一节有描述 大卫一直待在耶路撒冷 这一次他没有去打仗 由于他与巴士巴就是那个军官的妻子 通奸他怀孕了 大卫试图掩盖一切 让他的丈夫乌利亚回到 耶路撒冷与他的妻子睡觉 这样心怀的孩子就会被认为是他乌利亚的 但乌利亚拒绝了 于是大卫下令让乌利亚在战场上被杀 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知道了 大卫一旦被定罪后的情绪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他写了诗篇第五十一篇 这都是由于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羞愧 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王的忏悔祷告 阅读他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请抽空读一读这篇诗篇 通过阅读 我们知道大卫王完全意识到 他已经破坏了他与神的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需要被修复 以下是诗篇五十一篇的部分内容 神啊 按你的慈爱怜悯我 照你温柔怜悯的丰盛 涂抹我的过犯 求你将我的罪孽 洗除净净 并结除我的罪 我就把你的道路教导 有过犯的人 罪人必归顺你 神啊 你是我的拯救 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 我的舌头就高歌 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 阅读这篇诗篇五十一篇 我们可以确定大卫的 底下的这些反应 一个是羞愧 一个是他对自己所做的事 感到恐惧 他意识到自己如何破坏了 与神的关系 他的自我憎恨 他急切地想重新得到捷径 顺便说一下 我能够回忆起我曾以 所说的话 或做出的反应 对别人的回应 而伤害另一个人的场合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我自己非常懊恼 我希望我当时考虑得更周到 更仔细 更理解对方的出发点 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在一时冲动之下 做了或说了什么 而这些都并非真正的你 事后你后悔吗 事后你对自己的作为 是否采取了任何补救 你会采取什么措施 防止自己将来重蹈覆辙 伊牧师的答复是 是的 我两者都做过 我既做过也说过冲动的事情 我希望这不是真正的我 例子 我曾就我事实上 没有资格评论的问题 提出意见 例如 我曾对气候变化提出过意见 但实际上我不是科学家 也没有资格发表我的意见 事后我后悔了吗 是的 我后悔 事后我是否采取了什么行动 来补救我的行为 是的 我问自己 我为什么认为 为什么我认为 有必要提供一个意见 还有 我为什么没有告诉对方 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评论这件事 我采取了什么措施 来防止自己在未来重蹈覆辙 对我来说 这成为一个自我省察的问题 换句话说 收缩我的内心 确实是我的自我 或自负 使我的自我意识膨胀 使我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 想表现得很有知识 我现在更清楚地意识到 我的自我或者我的自负 是如何迅速浮出水面的 因此我请求主帮助我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看清自己 五 一种具体的爱可以是属天堂的 也可以是属地狱的 取决于其动机 如对权力的爱 如果其动机是出于自我 对权力的爱 可能是最糟糕的一种爱 但如果是出于爱他人 有可能是一种属天之爱 你见过出于利益社会 与他人的动机而追求权力 或者以及 出于自私而追求权力的例子吗 你有怎样的观察和体验 这个易牧师的答复是 我们总是需要非常小心地 对他人的动机 做出判断 即使是身居要职的人 主说不要论断 免得你们被人论断 这是在马塔福音七章一节 下面对这段圣经的据说 下面是史维登堡对此的讲述 这个还是比较和我们常识性的理解 不一样的 主说不要论断人 免得你们被论断 这不可能是对任何人 在世上的道德或公民生活的判断 而是对他或他的属灵和属天生命的判断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禁止我们 禁止对那些与我们一起生活的人的 道德生活做出判断 社会就会崩溃 就是那时候做坏事的 做恶的人 如果没有对他们的惩罚 或者对他们判评判的话 那个社会就简直是没法 没法维持秩序了 是这个意思 我理解 但对他人的内在心灵和灵魂的性质 以及他的灵性状态 从而对他的身后的生命做出判断 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些只有主才知道 这是摘自《婚姻之爱》这本书的第523节 因此记住这一点 是的 我相信 但一目是说 我不能确定 在我的一生中 我已经看出了 看到了出于对社会和他人的利益 而追求权力的例子 以及出于自私的动机 而追求权力的例子 尽管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并不被看好 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动机都是为了社会和他人的利益 他们从政的目的是希望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积极的变化 但是毫无疑问 也有一些政治家的权力动机似乎是自私的 一个例子是 新南威尔州政府的一个部长 一个叫埃迪奥贝德的人 他被发现有腐败行为 一直在秘密地做出对他的家庭 他自己的财富和他朋友的财富非常有力地决定 他现在正在监狱里服长期服刑 第六个问题 你是否曾看到一场悲剧把人们最好的或最坏的一面展现出来 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你认为这些事件中发生的事情对当事人有何影响 是的我们都有 回想一下两年前 齐卷澳大利亚南部 袋鼠岛那一带的维多利亚和新南威尔州 大部分地区的毁灭性森林大火 这些森林大火如何暴露了人们最好或最坏的一面 关于暴露人的优点 我想到了志愿消防员冒着生命危险救火的惊人意志 他们帮助人们逃离逼近的大火 并尽最大努力拯救人们的家园 还有邻居们的相互帮助 火灾发生后 陌生人向失去家园的人提供住宿 至于暴露出人们的最坏的一面 我想到了那些迅速进入被疏散的城镇 以及被火烧毁的房屋的抢劫者 他们拿走所有剩下的东西 2011年1月在布里斯班发生的洪水也是如此 这些也引出了人们最好和最坏的一面 我记得他们被称为泥浆部队 这些人带着自己的拖把水桶清洁部 扫帚和水管 前往受灾最严重的郊区 在非常炎热的日子里 花了几个小时帮助那些家里被淹的人 我们也看到了最糟糕的情况 人们在事后抢劫被淹没的商店 甚至在洪水期间也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 比如驾驶摩托艇 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来回穿梭 造成波浪 给了人们的房屋带来更大的洪水破坏 第七个问题 在你的生活里 生活中或者在你参与过的事件里 是否确实有过一场风暴来净化空气 帮助认识自己 暴风雨来过了吗 我的答复 一幕式的答复 我的理解可能有错 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唤醒的护照 我想我以前可能提到过 很多很多年前 我为我们教会的一位非常年长的成员 主持了一场葬礼仪式 参加葬礼的人中 有一位亲戚 是一位非常富有和成功的律师 他对宗教没有兴趣 成年后从未去过教堂 葬礼结束后 当大多数人都上了车回家时 我发现这个人站在活脏场的墙边 我开始和他交谈 他告诉我 他亲戚的去世 以及葬礼仪式本身 对他来说是一个深刻的唤醒信号 他说他意识到他需要改变他的生活重心 不要那么执着于成为一个成功的富有的有豪宅的人 在蜀天的奥秘第一卷的开头 史维登堡写到了唤醒的护照 尽管他实际上没有使用唤醒的护照这个词 以下是他写的内容 我们成为重生者的第二种状态 或第二个阶段 是将属于主的东西和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区分开来 那些在我们身上属于主的东西 在圣经中被称为余流 这主要是他或他从小就学到的圣经中的故事和教训的例子 以及关于如何过良善的生活 这样的知识 这样的教导等等 这些东西被住存起来 直到我们到达第二个阶段时 才会再公开呈现 如今如果没有试探 不幸和伤痛 这种呈现很难发生 而试探不幸和伤痛 导致人对肉体和世俗的关切不再活跃 或者说是这些关切的死亡 就是人的尽头 才是上帝的开起头吧 人的走投无路了 才去穷极忽天 以这种方式 属于我们外在的属世的自我核心的自我 与属于我们内在的属灵的自我 就能够分离开来 这对我来说 我们都需要 并从唤醒的护照中受益 例如这些唤醒的护照可能是 比如说失望 在工作中未能得到晋升 一次意外也许使我们无法工作 甚至永远失去工作的能力了 某日一种空虚的感觉席卷而来 我们不得不停下来 质疑我们的生命在做什么 做出牺牲和关怀 另外一个人的召唤 以及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 意外死亡 第八个问题 你怎么看这样的现象 悲剧可能会使一些 从不祷告的人 从不祈祷的人 向上帝祈祷 而另一些人 则将其遭遇归咎于上帝 首先 关于悲剧导致一些 从不祈祷的人 现在向上帝祈祷 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英国发生的情况 人们永效教堂 在祈祷中 祈求上帝战胜德国人 并帮助他们赢得战争 然而可悲的是 一旦战争结束 危险过去 人们就不再考虑上帝了 这种紧迫感过去了 他们开始觉得 他们毕竟不那么需要上帝 这并不是说 每一种情况 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即使在今天 人们在绝望的情况下 也转向上帝 并向他祈祷 但事后却忘记了 向他祈祷 他从他们的意识中消失了 例子 有一次我登上了 从约翰内斯堡 飞往伦敦的国际航班 一位从未坐过飞机的女士 走到我面前 恳求我为他和飞行安全祈祷 我的印象是 他自己从来没有向上帝祈祷过 但他非常害怕 在痛苦和绝望中 通过我向上帝求助 第二 关于悲剧导致人们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 归咎于上帝 责备他人是人类堕落的特性 亚当指责夏娃 劝他吃善恶树上的果子 夏娃则指责蛇 引诱我 这在创世纪三章十三节中有记录 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一个人在悲剧发生前 是否相信上帝 以及这个人对上帝的理解 如果一个人基本上不信上帝 那么他或他就会把悲剧视为证实没有上帝 或者说如果有上帝 他也不关心我们 不做任何事情来阻止悲剧发生 因此这个人不会向上帝祈祷 但是如果一个人爱上帝 并理解上帝 他就会向上帝祈祷 那么如果一个人爱上帝 理解他就是爱本身 关心我们 总是希望我们得到最好的 并与我们一起走过生命的旅程 那么99.9%的人 肯定会在悲剧中向上帝祈祷 祷告 请求上帝给他们力量来处理悲剧 甚至因此在灵性上得到成长 希望小组的其他成员 能够提供他们的答案和评论 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 至少在某些地方 我们会与我不同 我们都会有不同的生活经历 愿耶和华在学习中与我们同在 用他的圣灵引导我们 使我们更好的认识和爱他 并向我们展示 如何彼此服务 或者说侍奉 尹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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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i can you hear me now kua yeah okay i can hear you OK, good, good, good. Great. Good, thanks, Simon. Thank you. Yeah, understood. Yeah, particularly this is kind of like day to day you think about, well, like other people get some good image or impress me or impress our family. It's kind of like that, but not necessarily to think about others' pleasure or others' feeling more peace. You know, we like, yeah, it's like you mentioned that the lawn or your garden outside. Yeah, that was really, yeah, we are facing these kind of things almost, you know, every second day. Many times every day, I think. Many times every day. Many times every day. Yeah, that's right. Why am I doing this? Why am I saying this? That's right, yeah. Is it to show that I have more knowledge than other people? All this kind of thing goes through our, well, should go through our mind. It's a healthy thing that it goes through our mind and we keep asking ourselves those questions. I think it's a healthy thing, a good thing, a positive thing. Yeah, yeah. But a lot of us say positive things and, well, in mainland China, there is a very, very stimulated many parents. They say, your child cannot lose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land. It's a, you know, starting, starting line. So it's always mentioned that. Right, yeah. Gotta be careful. You said something about children, then. Yeah. You know? 所以我们要注意, 一些父母的父母向他们的父母向他们的父母向他们感觉, 因为他们会让他们感觉更好, 他们的父母也会有自己的父母, 即使自己的父母的父母。 那是对,那是对, 你给翻译一番吧。 我有点小记忆。 我想念您说。 对,轟着,轟着。 可能不要听啊,轟着,轟。 轟着,轟? 轟着,轟用轟。 轟着! 轟着,轟着,轟着轟。 轟着轟和轟。 轟很う意。 轟轟。 do I do it because I want people to praise me or do I do it to give pleasure to other people what is my motive and so we started talking about that and then I offered the comment that some people they let their pride and their ego colour their attitude to their children they want their children to succeed because it makes them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look at my son look at my daughter how successful he is or how successful she is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motive there thanks Lynn thank you thank you their then the their how thane and the which is their of g Montenegro £ a 我们自己其实可能也不是特别的注意 或者特别的清楚 刚才印几的例子呢 就是他家的那个前院的花园 他给修得很漂亮很好 但是这里面呢 他也在问自己 到底我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的动机是让别人来夸过我这个花园呢 还是我把花园修整的比较 这个很赏眼吧 那个养眼 养目吧 然后那个让大家都觉得舒服 就是等于是为别人服务 还是为自己服务 然后这个 蒜可能刚才又提到了这个孩子 就是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咱们国家 很多这个家长啊 就是很这个时髦的一句话 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人生还没有开始呢 你就你就要把他什么都弄得最拔筋最好 然后那个将来他可能才能够跟其他人去竞争 跟社会上去能在生活上 但是一个问题 你到底就是说对孩子来说 你是为了真正的为了这个 这个能够 就是说将来他自己的成长呢 还是为了你自己这个家长看起来这个比较有荣耀 比较这什么 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这个动机的问题 家长呢就好像认为是自己的孩子 他就应该是听我的 然后这个什么事情都在好像让孩子按着他的意愿去做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你的动机呢 是觉得好像你这个家长的权威 是应该能够体现出来的 这个时候其实也并不是就是说真正的 出于爱孩子和为孩子考虑 谢谢 Thank you, Yin Lovely, Lovely 这个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我挑的不一定不一定准确也不一定都都合适 反正就是就就就就就就挑了这几个 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没有什么体会 或者有什么感想要不要讲一讲 我觉得就是这段圣志的学习 我比较深的一个体会 就是不论我们就是说自己有多么可能有哪些做的不足啊 然后对主呢就是说对主的这个这个就是心也不是那么就是注意 有的时候你可能注意到世界上的事情比较多啊或者什么的不管是做什么措施或者对事 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要就是对主要要非常的诚实 不要欺骗主和欺骗自己 这个更不要欺骗别人 其实说这话可能很明显大家都觉得自己没在欺骗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无意识的啊就是说好像就是不论是为了面子也好 不论是为了就是说啊自己某一种啊就是意识哈或者理念啊觉得好像是对的 然后就就使劲去坚持也好 我觉得就是说你要真心的就是说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心里不痛快或者是就对什么事情啊甚至埋怨主 那么你就要真真就是说把你自己真正表露出来 你跟主去啊这都没有关系啊但是你一定要保持一重就是说既谦卑又诚实的心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在我们自己成长道路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主是你只要是做到这个主是可以救你的不论什么情况主都可以啊和你就是说啊沟通也好 就是指引你也好就是说啊这个就怕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好像什么事情都要把表面上做得很光鲜啊 就是啊内内心里边其实有很多东西也是很矛盾也也没有跟就是说主非常诚实的就是啊 Explore就是讲这些问题啊我就是啊通过学习就是比如说在那个摩斯啊 摩斯啊他我忘了中国摩西摩西对他就是说主跟他讲你不能看我的正面 你看的是我的背面这个印解释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有印象就是说有些事情呢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主我们是看不明白的 就是当下就是当下但是事后事情过了之后哎你就可以就是有的时候就可以懂啊 甚至我们到了天堂以后我们很多东西都能懂啊 嗯所以只要我们是保持一个赤诚的心真心向主不论我们是有什么缺点或者有什么不足或者有什么都哪条哪一步走错了 我觉得我们都有机会 我觉得我们都有机会 I just translated to 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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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think I've told you this if I have forgive me but I was talking to a man who's been a drug addict since he was about 18 he's now in his 50s and he's strugg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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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he's very honest Lynn he's very honest he has his bible and he walks he tries to walk with the lord but I said to him I like his honesty and I welcomed it and I said please continue to be honest you can't you can't hide anything from god but I said when you're struggling stop struggling yourself ask god hand it over to god the battle is the lord's that's that's a quote from scripture from holy bible the battle is the lord's and we need to remember that that when we're going through struggles or when we have the honesty to admit something we we desperately need the lord to help us through it thanks Lynn that's right um thank you ian that's really really good i i have another you know sort of gentleman uh in our church the same situation he used to be alcohol addict and then um he had made lots of mistakes but now he's so genuine you can see he's you can feel his heart so genuine to the law and um everything i say everything he does he put a lot first is um he still have a struggles but he's uh he's a face that's just so impressive yeah just honest yeah uh okay i in just you know uh he found businesses in None of them uh just further in first i said he went on the miami oh yeah we heard you talk about sound um just as that people whoGuide um justali 我感觉到他有一颗对主有一颗非常赤诚的心 就是说只要是有这一点的话 主就会逐渐的引导他 从他的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 我也是我们教会也有一个男士 他是从这个爱尔兰过来的 他过去也是有这个酗酒的问题 但是你就真是感觉到他是这个真正的悔改 而且对主事事都非常的这个诚实 反正就是说反正我是很感动的跟他谈呀 跟他祷告啊 我都觉得他的那个就是Holy Spirit 圣灵在他的这个灵里面的这个反应 真是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就是说不论我们做了什么事 我们只要是诚实老师和主这个交流 当时我非常新年轻人 一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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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在睡 但是突然 我只觉得 一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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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 你 know 一夜 вес 一夜 只像 一等 又 会 and i couldn't understand but later on really but you know i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i mean but i immediately understand that was holy spirit tried to talk to me yeah i'm absolutely sure of it i'm absolutely sure of it um there's several things i wanted to just say then firstly i very much love psalm 51 because david was being totally honest he didn't try to blame anybody else no acknowledge the terribleness of what he did and god to forgive him so that's the first thing i want to say the second thing i want to say is that and i'm sure i've mentioned this before there are two people in the gospels in particular who are my heroes one is nathaniel when philip introduced nathaniel to jesus jesus said behold an israelite indeed in whom there is no guile do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in english it means not two-faced totally honest transparent the other one is the father of the boy who was epileptic and he pleaded with jesus to heal his son who was in terrible torment and jesus said do you believe now i just paused there lynn because everything depended apparently on how he answered do you believe jesus has said do you believe and he said i believe but help my unbelief it's such an honest answer an honest answer and jesus he was the boy it was just a beautiful it's just a beautiful example of honesty honesty where jesus we're talking with jesus is concerned thanks lynn thank you 云隐刚才也是在讲 就是说 哦 我是不是忘了 就是说 我刚开始说的是 就是 其实我那时候刚 就是信主 刚刚信主 我就记得有一天早晨 就是我 觉得我 还在这个睡梦当中 然后 我突然就觉得 就是说 我的周围有些震动 然后 好像有 这个雷声 一下就是说 等于是 一下就把我给 惊着了 就那种的感觉 然后就一个非常 这个低的出的声音 就告诉我 就是说你一定要 诚实 对主一定要诚实 我当时知道这是圣灵 在对我讲话 但是我并不是特别明白 什么意思 过了二十多年 就通过学习圣志 我真的是觉得 这一点是我们做基督徒 是最最重要的一点 刚才印就是 也是在讲 说圣经里面 他最佩服的 一个是就是 刚才他讲到的 那个大王 大卫王 他的那个 诗歌的第五十一篇 他是那么的 就是诚实 就是说对主 他犯了那么大的错误 然后他对这个 从内心里要悔改 所以他就是说 当时他儿子 也是死了 然后他也都是认罚 你说的圣经中呢 他最静目的是两个人 第一个人 第一个人 我还真的是 不是特别 拿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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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三牛 你能讲讲那件事吗 不是那个 那个 这个 耶稣在开始 招那个门徒的时候 那个 拿蛋业当时还不相信 不相信说耶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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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弥赛亚 他们的同伴 告诉他 弥赛亚 我们找到弥赛亚了 不相信 来了以后呢 看见耶稣 耶稣当时根本就 和他从来没见过面 耶稣说这是一个 真正的以色列人 是他那些没有虚假的 对对对 就是故事 对 我的 我的第二个孙子 我们家的老三 就叫拿三牛 起这个名字好 然后 第二个人呢 就是那个 有一个父亲 他的儿子 就是很病重了 要死了 然后他去 找耶稣 让耶稣 救他儿子 耶稣问他 说的这个 你相信我吗 然后他当时 就是非常老实的 告诉耶稣 他说我信 但是我还是需要 你能帮助我 克服我的不信 那么实际上 就是也承认 他自己有不信的 这个这个这个成分 他是非常老实的 对主讲 因为你要想 你要觉得 好像你在上帝面前 你肯定说我信 所以所以就是说 这一点是 的确是 反正我是通过 这个学习 我觉得是 而且另外最近 我在看这个 约伯 这个 这个约伯 约伯的朋友 他们这些人 就是有不少的 这个表面文章 做的这个 这个不实在 最后都让这个 上帝来一点点 给他们剥掉了 看着是蛮 蛮有意思的 Thank you does anybody else have a question or a comment 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评论 有什么感想 请大家 最好有问题 先趁印还在这 大家提提问题 谢谢 李老师 刚才那个 说到约伯纪了 我正好 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约伯纪里面 就是有一个人物 叫以利户吗 他说了 最后发言 发完言之后呢 也没有对他的发言 这个性质 做一个评价 我想问问这个印母师 以利户这个人 他的发言 他是一个代表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以利户 我现在 这个 我是看了英文的 所以以利户是 第几个人呢 他有四个朋友吗 就是在他那三个朋友 之外的 最后一个人发言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好像是比较正确的 那个是吧 一个年轻人 对 对 我看看他那个英文 是什么 我忘了 应该是在 后边 第32章之后 出现的 是吧 以利户 对 对 我也忘了 反正就是之后 他最后发言 对 我知道了 以利户 那个 因 我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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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讨论 你讨论 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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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 这是 是 的 我讨论 对 and he said a lot about this thing and seems like he said something right, but he said a lot of things wrong. But Jacob wanted to ask, what did he exactly mean when he talks so much about job? I have to look it up, Lynn, I'm sorry. I really would have to look it up. I mean, Job is a book about the problem of innocent suffering, people who don't deserve but nevertheless suffer. That's what that book is about. Job is all about, no, I'll put it this way, undeserved. In English we would say undeserved suffering. And so Job couldn't see why he was being made to suffer and he had these friends come along, but they weren't always very comforting. They were sometimes accusing him and telling him he's the problem. But, you know, the book of Job ends by simply saying we can't really know. That's what it ends with. It was a very wonderful and noble attempt to deal with this subject of undeserved suffering. But it didn't give a complete answer. It does not give a complete answer. It just says, well, how can we understand the great mystery of God? And it leaves that it doesn't, it doesn't, it doesn't, it does not give an answer, Lynn. Yes. I think that the first three friends has one point, which is wrong, totally wrong. What they say is that God always blesses good people. If you are not blessed or you have lots of trouble, that means you're not a good person. So that's totally wrong. That's one of the so-called comforters. Yeah. He's only offering that as an opinion. Don't forget that. Yeah. He's only offering that as an opinion. And then Job, you know, come to realize that we cannot understand. We have to be faithful to God. Yes, but he was, he was a man faithful to God. And that makes it all the mor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y he was suffering so terribly. That's why I said these so-called three friends of Job were not really very good at reassuring or comforting him. No. No. They didn't have an answer. They did not really have an answer. Hmm. That's obvious. That that's obvious. He said to look one of the things we have a hand in the background. If I can answer him. Okay? He said to me and he understood. He said to me that he knew. He said to look for the writing of the book. He said to look for the reading of the book. The seeing of the book was a lot like this. 这个样子不应该来受到这么多磨难的人 结果就是突然间就受到了这么多的磨难 就是这个最后岳伯也是开始明白 我们对很多事情都不可能一下子都明白 但是就是说我们只是保持对主的一颗忠诚的心 就是能够接受主给我们的各种的试探 反正就是说怎么说呢 就是圣经讲反正是从主来的都是好的 所以你要特别坚信这一点 所以那里面的我还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说 那你那里面说 那你能不能接受我的背景 那你不能接受到这一刻 那时候事情会发生 那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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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你能接受到那 你能接受到那 and maybe later or maybe after you you know went home with lord absolute absolutely um absolutely you you may have struggled and and thought that you had the best possible chance of getting a promotion you don't get it somebody else gets it you get very upset at the time but 12 months later you might look back and say i'm actually glad that i didn't get that promotion because my life has gone in an even better direction that's just an exampl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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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before you go guang i've been looking at the end of job lynn and it ends by god saying well you know who are you to question my ways you know who is this who darkens counsels by words without knowledge where were you when i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earth tell me if you have understanding who determines its measures surely you know so what i'm getting at is that job is really quite it's a beautiful book but it's an unsatisfactory uh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undeserved suffering it like i said it ends with god saying well well why how can you question me you know you've got to just trust that i'm i'm in charge of everything so there's no answer it's just that's how the book ends i've just been looking at chapters 37 and 38 and it goes through to chapter 41 which is which is where it ends 42 42 so there we go that's my comment on the book of job um thanks lyn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let me do a pray that you can leav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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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当你每一次招聚众地情姐妹 当你每一次招聚众地情姐妹 还有我们亲爱的阴牧师 来了一起来探讨你的属天的奥秘 你拆手一灯包带给我们的这些珍貴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都感到这样的机会是何等的 珍贵 主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疑问 我们都是一些 非常有限 而且身上的充满各种各样的 缺点错误罪性的人 当我们在读 听你的教导 追求你的真理的时候 我们会 一点一点明白 同时也看到我们自己的 不洁有限 我们身上的种种的 需要改进的地方 主啊我们感谢你 这是何等珍贵的机会 这是何等珍贵的道理 我们有这样的幸运 这是我们一生的 祝福 我们感谢你 也恳请你不断的引领我们 对我们的阴墓师 他孱弱的身体 他丰盛的灵魂 请你赐予他更多的丰盛 请你保守他的身体 让病痛不要折磨他 让他能有每天都有平安 愉快 主啊我们感谢你 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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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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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Guang, thank you Guang, thanks again, bye bye now, bye bye, I will, thank you. 主是在这个,他是最这个,他的这个,这个最伟大的这个,这个能力啊,在控制着,不是最后这几张的时候,主就是这个,耶和华就问那个岳伯吗,实际上也是告诉他,就是说,我造了整个宇宙,这个,这个风从东到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把这几个好像一连串的问题吧, 约伯不给孟温了,他才知道自己有多么的,就是说他才就是说,明白哈,自己有多么的渺小在主面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明白所有的事,但是我们就是坚信主,一切都是好的。 好,谢谢,那个提醒一下,我们,现在已经17章学完了,因为这本书只有18章,下个月我们学18章,学完了以后,明年我们,和原来这个亚哥提起来说是那个, 呃,启示录揭秘密,那个,我和印讨论了一下,印,好像他的,他的看法,我觉得好像,按我们的现在的状态啊,或者进度啊,最好能先学这个,真实的基督教, 这个真实的基督教在那个,在陶城他们这个组里面,过去的两三年里面,其实学过,但是呢,也没有一个完,好像没有一个完整的记录, 另外呢,虽然学过,好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组的人,大部分人好像没有参加过,亚哥好像参加过一些,是吧, 别的人好像也都没有参加过,我也没有,我之前参加过几次,所以那个,我知道这个,真实的基督教这本书是非常非常,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它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真理, 呃,我们明年就准备,呃,还是在义木师的这个,这个指引下,他给我们选一些,不是全部都学,因为也是, 这本书也是很厚的,很多的,要全学就得两年,选一部分, 他给我们挑一部分,那我明年开始学,啊,给大家说一下,谢谢, 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想,欢迎大家讨论。 谢谢刘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说,你说吧。 好,就是,呃,格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的第二节,他有一句话,他说,呃,他这一章是在讲, 那个信徒不要彼此告状,然后他第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然后在第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我,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 我想知道,就是,这个是字面的意思,那他灵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哦,这个问题,坦白讲,我,我回答不了。 好,第几章啊,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实际上就是第一二节,一二三,二三节。 对,我感觉。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其不知众,第二节是,其不知众圣徒要审判世界吗? 若世界被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 第三节说,其不知我们要审判众天使吗? 何况今生的事呢? 亚哥,你怎么看? 亚哥,你解释这是字面的意思,先。 亚哥,你解释这是字面的意思,先。 亚哥,你解释这个是审的著作,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因为天使呢,他都是指的是生而为世的人。 所以说这个天使呢,就是指的是曾经在被主的这个拆派,做很多工作的人嘛,都称这位天使。 那有的天使呢,在被主拆派之后,他不干正事。 你比如说那个,那些仆人嘛,分了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 有的人他就,也都是被主打吧,但是他懒惰,他不干事嘛。 这样的话,这些人肯定要被受审判。 那受审判呢,你看我们在今生的时候尚且, 对一些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主让我们来审判嘛。 就把这些,这个恶人从教会里赶出去嘛。 那这个事情在将来,实际上应该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实际上这个审判呢,应该是主在审判。 但是呢,就是说那些人,他,这个恶罪人嘛, 或者说曾经在教会当中待过的人, 应该都可以说称这位天使嘛。 因为每个人都生而,要被受造成为将来到天上真正的天使。 只是在地上的时候,都是见习着做这个天使, 都是被主插开的。 所以这种审判,就好像将来这个人, 一看别人都是,一个一个的都, 完成了主的旨意,都在神的国里面很荣耀。 那他呢,将行之下都变得非常的惭愧。 那这时候,他都类似于受审判了。 我是这样理解的。 嗯,有道理。 这个,这一句话,最起码我们读了史宫的书以后, 我们过去的一种误解, 好像觉得上,这个天使和我们人, 是两个不同的种类。 过去一直是这样,觉得好像天使是首先被造的, 人是另外一个种类, 所以天使和人是没有在这个, 这个在种类上,或者说分类学上, 不是可以互换的。 我们学了史维登堡的这个著作以后, 然后我们也觉得非常合理的, 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 是要建立一个从人类而来的天使天堂。 那么你每个人身后进入灵性世界以后, 上不上天堂, 什么时候上天堂, 大概在中间灵界的时候要有一番审视, 或者要有一番经历的。 这个凡是要上天堂的, 有一些那些观念不正确, 认识不正确, 要在那里还要有一个天堂学前班, 你纠正你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才能再去的。 这个过程可能也许就认为是一种, 可以看作是一种审判吧, 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不一定正确。 谢谢刘老师, 谢谢雅各, 谢谢大家。 还有就是说, 这个人变成天, 就是间外人成为天使, 这个人可能也有就是包括其他星球的吧, 不光是不只是这个地球的是吧? 对,你说的对, 这个, 我们现在好久了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在争论这个问题, 就是其他星球上的人, 史维登堡他不是有一个专门这个, 关于这个其他星球的一本著作吗? 这个我们都有的人就问出来, 他怎么他在地球上他也没到其他星球上去, 他怎么能看待那个其他星球上的人呢? 显然是灵, 是灵界的人, 他肯定是在灵里面看见的, 而不是他的肉体跑到其他星球上去, 那不可能的, 那么他在灵里面看见的肯定是灵, 而不是这样的人, 那么那些星球上的那些灵, 从哪来的呢? 我想啊, 我猜呢, 可能都是从地球上, 你想我们的地球上就, 这个地球本身从空间来讲, 就这么一点, 人去世了以后, 到了中间, 到了灵性世界, 那个灵性世界绝对不仅仅陷于我们这个地球啊, 肯定不仅仅陷于我们地球啊, 对不对? 另外, 如果从空间来讲的话, 从自从有了人类到现在, 这多少多少年了, 一代一代的人都死了, 没有一个没死的都死了, 死了以后都到了灵界去了, 全部都在这个地球上吗? 肯定不对, 对不对? 肯定会到其他的星球上等等等等, 是一种灵性的存在, 至于那样的星球, 是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物质状态的那些星球, 我觉得都很难, 很难移植, 或者很可能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对于圣经当中, 称人为天使使者, 这个圣经上有经文的, 就是在这个, 在启示录当中, 明确说你要写信对某某某教会的使者, 这使者呢, 就是天使了, 他们还, 显然这个信呢, 肯定是这个地上的人呢, 不可能说是往天上, 天上写个信, 所以说他们实际上, 世上这些人呢, 尤其是教会的牧者至少, 他们应该称之为神的使者, 还有这个, 一个地方说, 耶和华的使者哈该, 是吧, 哈该显然还地上是个先知嘛, 哈该叔, 都称他哈该为使者, 所以说每个神上背着这个天上使命的人, 都是神的使者可以说, 对对对, 但是背着使命的人, 他有可能会背叛神, 受到别人的恭维之后, 啊他慢慢摊财或者怎么样, 会堕落了, 堕落之后呢, 将来就要受审, 再一个我们, 你看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嘛, 我们已经比如说, 到天上来之后, 我们将成为天上天使之后, 我们会执行一些任务, 解释地上的这些人, 或者说, 你看这个奇述书当中, 天起了四风, 有几位使者, 掌管地的四角之类的, 他们都在参与这个事, 就是在, 对这个进入灵界之后这些人, 对他们一个检视, 然后这个执行一些最后的案, 他们只参与这个事, 每一个天使都有他的, 都有他的工作, 都有他的事做, 绝对没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天使, 大家怎么样, 我想问一下, 今天咱没有学那个新的课程, 就是那个荧幕是给咱们发的邮件, 对吧, 对就是那个, 就是, 这个当时你当时也发了全力吧, 一会儿一会儿就发了全力, 那你以后是下周是我们讨论的, 还是学新课, 下周学新课, 18章的第一部分, 那行了吧, 那今天的都, 你麻烦发了全力吧, 好的, 没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刘老师, 您翻译的那本书, 那个道路, 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 我觉得那本书挺难的, 哦, 很难, 是, 那个那本书, 因为我当初翻完了, 以后我就觉得很难, 我在前面好像有过一段, 我的一个一段简述, 或者评论吧, 我就觉得, 因为这样一种非常跳跃的这种思维, 你必须把现实世界, 和字面上的圣经, 以及灵意里面的圣经, 和灵性世界的事情, 就不断地来回跳着, 我这样来理解, 而且呢, 这种理解, 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也没有这种习惯, 不仅仅说, 你就一遍读, 你就在难理解, 我现在, 我经常有, 我把他每一章我都读了, 都录下音来, 有的时候我开着车, 我在开车的过程中, 我才听, 我仍然觉得很难, 应该说, 我最起码, 我翻译了一遍, 然后我自己又把它重新读了一遍, 然后又听, 有的时候不断地听, 甚至有很多地方都听了好多遍了, 我仍然觉得好像去很难, 对, 但是我觉得那个读完了, 你灵力会有很很大的受益, 我读得挺费劲的, 就是就像蚂蚁啃骨头那个感觉, 就因为生命太小, 然后一点一点啃, 就觉得老费劲了, 然后读读读, 然后整个都读完了, 然后觉得, 好像没记住什么, 然后再回去读那种感觉, 对, 对, 确实是这样, 不像我们任何其他的书, 不像任何其他的书, 好像有个故事情节, 有个先后顺序, 有个时间概念, 有个串联的这个主轴, 这个好像, 虽然也是有串联的, 就是全部就是那个, 这个创世纪啊, 这个, 这个十二章以后的这些内容, 十三章以后的内容, 但是总的来说, 好像不是我们在世上读书的那种习惯, 对, 对, 就是有点像读天书的感觉, 就是真的有点像读天书, 就是感觉就是全都是学术话语, 然后啃起来特别费劲, 然后还觉得就是因为没有例子嘛, 就是像不像卡, 你先卡, 卡他写的那个, 那个他就是你很好读, 你很好吸收, 然后等这本书就觉得读起来可吃力了,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创世纪里面这些人物, 每一个人都代表了, 或者象征着耶稣基督的, 某一个方面, 某一个层面的, 某一个层面的特性, 而这些层面的特性呢, 本身又彰显在我们人身上,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每一个, 他的某一个特性, 或者某一个人, 他在不同的阶段, 他代表或者他象征的意义又比一样, 这个就好像我们就很难有一个, 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概念, 他就贪婪, 贪也别做就好了, 这样吗? 所以, 我曾经想着我要好好地, 把它好好再琢磨琢磨, 这个, 虽然是很难, 但是我觉得好像那里面, 确实是有一些, 有一些很深奥的东西, 是, 非常深奥, 但是, 把它啃下来之后, 你再啃第二遍, 我觉得可能会, 就像读圣经似的, 它会有很多的那个开启, 会有很多的亮光, 再重新照进来, 对, 因为我还没有再读第二遍, 对, 但是我打算再读, 好好好, 理解耶稣基督, 他的内在的生命, 他的灵性世界, 和理解, 他所象征的, 所代表的每一个层面, 都是我们人, 我们人的生命的, 那个层面, 就是说, 他是一个整个世界, 我们只是这个里面的一个, 一个小点, 但是这个小点呢, 又, 每一个层面上都在对应着他, 他把那些层面, 全部都打通了以后呢, 我们的生命才有了可能, 才有了被一个一个, 被打通的可能, 嗯, 明白, 就是所以, 所以圣经说, 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对, 我们就通过这条道路, 走到天堂, 对, 就是一个内在的生命, 他是把那条路, 那里面层层障碍, 一关一关又一关, 他把一关一关都把它打通, 在他打通的过程中, 实际上就替我们打通了, 阿们, 谢谢, 太宝贵了, 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谢谢 那咱们今晚上就到这儿, 谢谢大家, 晚安 好的, 谢谢, 谢谢老师, 各位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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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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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eet dream,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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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